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表示对市民的尊重 另外一个被对制度上的尊重 因为我常常来参加节目 或者处理一些选务 所以我用请假的方式 请假的方式也就是说 今天开始你用请假的方式 开始做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了 对不对 是的 好 先请教几个快马加鞭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很多人昨天说 因为我看到昨天有人访问 你说你这个请假 其实是一个选战招数 你想要在这个选举的 跟对手蔡英文的这个支持度 如果拉近拉近拉近到最后的时候 你就会在最后两个礼拜 或是最后一个礼拜 杀出一个辞职杀手键 然后破釜沉舟 让蓝英登选民赶快出来投你 所以你把这个辞职 这个绝招留到最后 你可以在这边发誓吗 你如果你再不发誓 大家认为你可能真的会到最后 改变你的做法 不会 因为事实上 我不会用这样的方式 把所谓的 失职当作选战的一个筹码 大家可能很不清楚说 今天辞职不是我一个人辞职 是我的市府 包括三个副市长 所有的局处这些政务官 还有这些记要人员 上百人全部辞职 然后等于是要中央派贷 暂时等于是停顿 三个月的情况之下补选 我不可能用这样的方式 让我们的新北市民受到影响 那这段期间大家对我批评 说我过去曾经多次的讲过 我不选2016 你知道你说了多少次吗 不选2016的部分 起码是六次十次都有 人家算你24次 那做好做满几十次 那我都感到非常的抱歉 但是我一定要强调一件事情 我等一下再说明 为什么决定做转正 你发誓你绝对不会在最后 拋出赤字这一招 要怀疑的人 今天就不必 我觉得大家不用再提到这些问题 因为我一定还是要对得起新北市民 让他这个市政很稳定的 因为虽然大家今天看到市长好像是请假 我必须用负责任跟大家报告 等一下两个节目结束之后 我还是回到市府去 然后把一些重要的市政做一些说明 或者是跟大家讨论 然后下午有跟梅建华见面的时候 这个我还是用请假的方式比较好 因为这时候不是以市长的身份 我是以等于是国民党主席的身份 或者是有人说是参选人的身份 跟这些不管AID处长或其他的客人见面 我用这样的方式就是表示 比较让大家觉得比较公正的方式 所以关于请假辞职这件事情 这个朱市长已经非常清楚说明了 从昨天到现在有非常多怀疑 第二个因为对不起 因为很多人说你说过的话 你不诚信 今天报上骂你诚信破产 有 建筑毕业太大毕业被人家骂这四个字 你难过吗 这个真的是 你可以理解 这个的痛苦对我的压力 就是说当你要做这个抉择的时候 我就知道一定是万箭穿行 你这一辈子被骂最凶的 是不是这一段时间 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 你哭过吗 我想这个比哭还严重 就是说人生碰到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 那我也常常想说 这可能是老天爷上帝给我的一个礼物 就是让他给你这样子的一个磨练 让以后知道说 你要做抉择的时候 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 这就是我最后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大家可以想一想看说 这个过程 我难道是不知道 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我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我最后做出这样的决定 必然有我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考量 那考量是为了国民党 你当然等一下你也做过 不是为了国民党 是为了台湾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选择 为了我们台湾的人民有一个选择 等一下我们再来谈 诚信破产 还有说你是袁世凯 还有说你是汉奸 还有说你阴险 还有说你胎脚柔鼠 毒辣等等这些 这一阵子以来的批判 你觉得哪一个形容词 或是说哪一个 哪一个moment让你最无法承受 其实我想 如果做一个正常的 为人父为人夫的人 或者是以 Coco姐刚刚讲说 我这么重视个人的名誉的人 我相信都无法承受 但是当最后 我想到了就是今天 莫忘初衷这四个字 今天为什么我要出来参选 立法委员从17年前 我的想法就是想要改变一下社会 让下一代比这一代更好 让台湾未来比较更有希望 其实就这么单纯的想法 可是当我知道说 今天如果 这一次2016的选举 有可能造成我们的民主 是个倒退的结果 有可能对 我一直认为 台湾人民大家应该共同捍卫的 公约书我们中华民国 受到伤害的时候 有可能让很多的 重要的政策 没有选择的时候 也就是大家看不到任何选择 看不到任何答案的时候 就这样模糊 谁告诉你这个 有可能前提是有什么证据吗 我就说 如果今天一个国家的选举 大家不需要去听说 这个总统候选人到底你对国家定位 怎么去捍卫他 怎么去维持现状 怎么样让两岸关系能够改善 怎么样让我们今天碰到的 所有的困境能够解决 就用四个字维持现状就带过了 如果今天讲到能源政策 我可以跟你说 非核家园 我十年不涨电价 保证不涨电价 我永远不缺电 或者说我都不缺电 寇寇姐你相信吗 如果有一个政见跟你说 我要在都会区 尤其是大台北都会区 因为社会住宅都在都会区 我要盖二十万户 然后你就会直接就会想说地在哪里 怎么盖 钱从哪里来 那你要告诉我 你要讲清楚 这个跟改变中华民国没有关系 我现在讲的是说 先讲说整个选择的部分 改变中华民国 我讲的当然就牵涉到修宪跟修法的问题 那我相信大家记忆犹新 当民进党是少数的时候 在陈水扁执政的时候 就想要改变中华民国 我相信你还记得 那今天如果民进党全面执政 全面执政的意思就是说 除了中央到地方到国会是压倒性的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不知道是单凭我们媒体的监督力量 或者是在国会里面 极少数的反对党的力量 就可以挡得住的吗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制衡 所以你的诉求是国民党的国会不可以 距离过于少数而让民进党全面执政之后 他可能会改变中华民国会利用修宪等方式 可是主席在我跟你相处的 你跟媒体还有你17年来对在政坛上的形象 大家认为其实你不是一个打蓝绿对决牌的人 而且你也不是一个用意识形态来吸引选民的人 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刻打这个牌 很多人认为这是恐吓牌 其实这就是负面选战的一个做法 你怎么样面对各界对你这个做法的不择手段的屁股 这请大家不要误会 这个不可能是一个负面选战 这个是一开始对我们国民党也好 或者是对很多的蓝军选民 大家要先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 有可能发生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用这个方式跟蓝军选民 召唤申蓝选民回来吗 这是你的选择策略 不是策略 先让大家知道认清一个事实 说我们选举的结果可能是面对中央绿营 在行政在立法在中央在地方全面执政的一个结果 这是一个事实的这个陈述 那一个结果再加上过去的经验 民进党的台独党港 蔡英文曾经提出来的两国论 大家都很清楚 那有没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 这是第一个 但是我马上就讲了 我马上就讲说 另外要给台湾人民一个选择是什么 不管你是今天在社会福利的政策 或者是你今天在能源的政策 或者是在产业的政策 蓝绿不可能都一致的 一定有选择的 那有选择的时候如果只有一个所谓压倒性的候选人 那这个时候还有什么选择 所以这是你出来的一个跟选民的诉求 你认为这样有效吗 对于巩固蓝营 因为现在的支持度只有20% 你看到20%会不会很难过 你这过去曾经是40% 你是建中台大毕业 我这个问得蛮残酷的 一向都很优秀 突然现在变成差距这么大 一个成绩这么坏的人 我这样想好了 也要让自己在一个挫折当中学会检讨 也要让自己在一个失败当中学会站起来 所以这是你挫折失败的机会 问题是你个人的失败挫折经验 然后要带着整个国民党中华民国吗 我们要跟你一起从挫折失败中学习吗 我想很多国人都希望说 我们的领导人是有经过这些挫折失败 从中间学到一些经验或教训 我再问你一次 这是你一生中最大的挫折 我相信是其中最大 但相对来讲 至少是我从政最大的挫折 你从政以前有挫折过 当然这个是可能 也有啊 不今天在这边重述 我太太有在听广播 所以这是你从这以来最大的挫折 我相信是 你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你个性的由于不绝 你可以说是 三前顾后 也很多人说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或者是这个也有人批评 我可能您刚刚讲的这些字眼 但是我严格讲起来 也有一些天真的部分 就是我自己误以为就是这样 那举一个例子 我从去年六月以前 是有考虑 是不是要下定决心参选2016 结果大家既然都这样子 你在脸书上写了 你既然先讲到 我们就先来问你啊 这个你说当时党内 有人请你竞选连任啊 不是不是有人 而是普遍都是这样的声音 谁呀 那个党内那个 我想 就是马英九吧 我想党内包括当时 辅选的秘书长也好 或者是党内 对 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 认为说先守住新北市 为什么 他们给你的理由是什么 当然他们认为说 我们今年的选战很辛苦 那你今天在这边当市长 选连任是理所当然 那市民也有这样的一个新生 长辈 我问了很多长辈 大概也有 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很多人认为那是马英九 不让你这个去 我没有这样想 我没有这样想 可是我 你是讲真来讲的 我没有这样想 你选总统之路 因为他想让我 听我讲完 听我讲完 我说我没有这样想 我想有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是认为说 先守住这个新北市 一方面 当然当时媒体有一个想法 说可能利用安排 但是时候未到 因为这种是在去年 上半年的事情 那既然这样子 我就决定了 所以你跟马总统 还有高层谈过 你到底是连任 还是职工总统 对不对 好 大家的共识 对 是逼迫你选连任 不要讲逼迫 这是我的决定 但是你那个时候 没有心甘情愿 我后来非常心甘情愿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个决定 你后悔了吗 我现在这样讲 我没有说后悔不后悔 我只能说 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好 那结果你就直接竞选连任 但是你失败了 因为你只赢24000票 比如说人家说 你想赢24万票 就可以职工总统 是真的吗 完全没有这回事 我只是觉得说 以我们市府团队的努力 再加上当时民调的一个反应 应该是这样的结果 可是我说一下 当时我们估的不是说 差距多少票 而是我们估对手拿多少票 然后我们拿多少票 因为蔡英文拿到的是101万 对你拿111万 我拿111万多 然后游院长拿到的是93万 那我们估大概游院长 大概就是93万92万左右 那我们认为说 第一个投票率可能跟上一届差不多 第二个是因为人口已经又增加 选票又多了18万 所以大家的想法说 如果对方拿多少票93万的话 那我们可以拿到多少票 那按照人口的成长跟同样的投票率 我们可能有100将近120万票 所以你结果投票率只有六成 少了32万人出来投 也因此时的你只赢了2万4000票 当然这个32万人不出来投 我认为最重要原因我要负责 他可能对市政的不满 对国民党的不满 对我个人的不满 或者是他觉得我们不够努力 或者是他觉得 我们好像一副文当选的样子 都有可能 这24000票 很多人说就因此使你 非常的惊吓 受到挫折 因此你断绝了在2016年 选总统的意念 因为你担心选不上 其实我在去年的六月就已经断绝了 六月 我已经那时候六月的时候就已经宣布了 所以在 不是因为两万4000票 跟这个一点关系 这一点关系 但是我确实很讶异的一件事情 不是我赢几票 而是整个国民党在129后的崩溃 那当然 我接下来就讲说 为什么选党主席 我知道 那我相信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时候根本不应该去接党主席 你选了党主席 很多人认为你是要攻总统 可是我宣布选党主席的当天 我就宣布我绝不会参选2016年 人家以为那是假的 因为你说你做好做没 你现在还是回来选了 拿大朱主席 这样子纠缠下去 就是你很多细节要跟我们解读一下 到现在为止 究竟你的处境这么艰难 很多人认为马英九应该负担很大的责任 百分之五十 在你要在平台上 你希望王金平选的时候 马英九卡了王 然后你处理王金平的党籍 马英九公开私下还骂你 他私下骂你什么 我想他是讲大师大飞吧 他私下也是讲大师大飞 他私下骂人怎么骂 我想大概还是都是想 你想你回忆一下他那时候怎么骂你 他可以骂一个党主席吗 开除他党籍 马英九的个性你会不清楚吗 那马总统他不会是个党员 他可以来骂党主席啊 没有他当然是要跟我强调说 他的大师大飞是什么 他把你找去骂 因为我们都礼拜一都要开一个党政平台 是会见面的 他觉得你处理王金平的 没有大师大飞 私下骂你之后你怎么回 我就说这个时候我们考虑的是要法理 情三者都要考虑 你还有跟他回嘴 当然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 回过头来讲 其实我想要关心的重点就是说 第一个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为什么决定选党主席 我当时有一个想法 第一个除了党内改革 第二个我觉得我没有跟这些长辈或前辈 有这样的恩怨纠葛 我应该可以化解掉很多问题 结果为什么你化解不掉 这就是我觉得我那天被对吴伯雄主席 或伯公消遣也好 或者是批评也好 或者是教训也好 是对的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拜会吴主席的时候 我跟他说 我就想说我可以跟伯公一样 可以把这些长辈之间的恩恩怨约 都化解掉 或者是来调解这些困难 他就跟我说没有那么简单 立伦你不要想的这么简单 后来我想一想他的功利 这个鲁仲连的功利不是这么简单 而同样的 这些前辈长辈中间的恩怨 或者是国民党中间主流 或者是非主流 或者是深蓝跟前蓝 或者是本土跟都会之间的裂痕 比你想象中的复杂 比我想象中的复杂 这啥叫恩怨 就自私之利而已 那讲恩怨也是 或者是各自坚持的立场 的确是比我想象的高很多 各自坚持立场什么意思 就是马英九不准王金平出来选总统 我想是彼此的互斥吧 他到底有没有跟你讲过 这一点我必须帮马总统澄清 他绝对没有讲过这一点 不可以 但是他跟他之间的恩怨 大家都非常清楚 那你变成假传生子了 你小心 我没有假传任何 他没有讲他不可以选总统 我想王院长都可以证明 我绝对没有讲马总统讲过 不可以 但是王院长听过听到过 很多可能是周边的声音 也包括名嘴的声音 可能包括寇寇姐讲的话 你们都说我们造谣声势 我没有说这个是 你们的人 是哪一个特定的人 但是普遍当时有这样的一个声音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去年 你没有问过马总统 王金平可不可以选总统吗 我不会这样讲 我只有问马总统一件事情 说如果我们按照制度 去登记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意见 他说他没有意见 他尊重 这个我很确定 那为什么王金平不敢去 那我觉得王院长也特别澄清过 他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 我想三次 我跟他王妈妈 真的是王妈妈 结果上你为什么不去找王妈妈 我打了大概一二十天 都通的电话 给王妈妈 对 但是我相信可能很多人知道 那一段时间 王妈妈是完全不接电话 有几天还根本就离开家 到别的地方去 那这件事情 当然也是因为深蓝的 黄复兴脑部这些人 对王金平有意见吗 当然我要强调一件事情 我当时的一个想法 不是说我一定支持谁 我是希望包括吴副总统 包括王院长 包括宏副院长 或者是包括有意愿的人 那当然我也特别 比如说彭总台 我都有跟他提到 彭总台没把你骂一顿 没有没有没有 他说他没有意愿 我找了两次 他说没有意愿 那愿意的人都来领表 那我得想的单纯的方式 就反正你如果领了表 那我们就有协调 然后最后提名的一个机制 那当然就洪副院长 你很清楚了 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再问你一下 很多人说你阴险毒辣 从第一天起就这个剧本 就是要把红袍珠换下来 自己上来玩选举 我跟你说 红伴有人跟我朋友说 李四川跟你说 我们这个选举经费 有七亿多 自己来玩多好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给红伴玩 我没有听过 从来没有听过 这样子的一个谣言 公开公开 绝无此事 昨天那个红伴的朋友 还这样跟我说 绝无此事 所以你不是为了 要选举经费 你想有可能吗 国民党今天已经 沦落到这种情况 我自己已经受到 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伤害 在这样一百个不愿意 一千个困难当中 我还是愿意说 今天站出来 会是为这样子的 任何的大家这样的谣言 不可能的事情 选举经费 你要公开上网吗 我相信一定 你 你 可可姐对我的了解 我一定会把这些所有的 都非常清楚的公告出来 所以你今天承诺 要把选举经费 你自己的选举经费 一定是来源去向 公开透明 一定是公开 我们可以去总检查 一定可以是公开透明 那第二个问题是 你的那个参选的演讲里面 没有讲到党产要归零 你在选主席的时候 党产归零 我没有绝对没有讲过 我是说不当党产 那你讲说你在诡辩 没有诡辩 什么叫做不当 我现在讲一下 过去大家认为的不当党产 也有很宽的解释 也有很窄的解释 我是用比较严格的标准 自我检视 第一个过去行政院 因为已经经过财政部 经过行政院一个调查 这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的 所有认为有问题的 第二个监察院 是黄黄雄委员领军的 一个小组 做一个完整的调查 你解释过 你的意思就是说 当主席到现在 你把不当党产 你认为的不当 那是你自己的标准 我们外面都认为 你们的党产都不当 那你觉得国民党 中央党部 这个大楼是不当党产吗 那个有来源去莫 那时候你们还要 偷偷把它卖给招网发了 不是 我讲的是现在的巴德 这个是小例子 你在辩驳 请问你主席 你可不可以承诺政党法 你明年 让我讲完不要跳跃 因为 是你回避 我没有回避 第一个 我先把所有的 行政院的立法院的 监察院的 然后再过来 有司法告诉的 有争议的 我通通把它归还了 然后 剩下来 有来源 确定是属于 国民党自己购买 自己盖的 就像我去 拜会李总统的时候 我也讲到 像国民党中央党部 这些大楼 或者是各地方 很多的重要的大楼 现在主要的党产 就是这些东西 我还跟李总统 开玩笑说 很多人 当然也包括台联 我说他说 他这个是不当党产 他就说 你欧白说 我去的 我做主席的时候去的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盖的 所以今天 如果你要说 国民党的办公室 在各地方 县市党部的办公室 在中央党部的办公室 或者是我们这些 各区的一些 这些有合法来源的 你说他是不当党产 那我觉得我没有 你觉得你无愧于 你在选党主席 我觉得我做的 远超过过去的各界 我只有半年多 而且我非常无愧于我的良心 真的 是的 将来谁查出来 你党产有不当的 是的 然后我 我想 大家可以继续去追查 我也曾经公开承诺 只要大家查出来 还有任何的不当 我都非常高兴的 去年去偿还 但是 要说另外一个部分 如果今天是党员 大家自己的贡献 或者是我们自己盖的房子 然后我做党主席 我说我自己就决定 说把他抛弃掉 或者把他捐出去 或者是把他还掉 我相信 如果你今天还是党员 你可以来告我 好 那 你会说我背信 你会说我这个 不当处理我们自己的财产 我相信这个也是 另一体两面的 所以我为什么说党产的议题 我们要用合法 合情合理 而不是纯政治 或意识形态的方式来面对 所以你不怕 你担心 不怕担心在大选的时候 党产这个问题会变成 你们选举 民进党一定 民进党一定会用这样的方式 要把20年前的方式 10年前的方式 我还记得那天看到 陈水扁在2000年 竞选总统大选的时候 就说要清算国民党党产规 要全民分配国民党党产 我还看到这一幕的画面 其实大家想一想说 现在国民党的党产 我们上次也公布的数值 大概是210亿 那其实这个在大台北地区的几个办公室 我知道 210亿还是很多 你跟我讲完 我们光中央党部的大楼 就价值四五十亿 那还有几栋的市党部 各地的 你就不能全部捐给国家吗 然后你们自己的党工处理一下吗 这样你就有选票了呀 这不是为党选票 这些都是大家现在在使用的办公室 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办公大楼 我没有资格把它说抛弃掉 这个问题其实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很紧迫 但是党产这个问题 朱主席是充满信心 认为今次检验 我做的半年多远超过 我相信 所以你做的比马英九好 我不能这样讲 我更进一步的把 所谓有法律争议的 或者是所有行政院当时的报告的 还有监察院报告的 全部都做完了 蛮久的阻止你做党产 没有 他已经在行政院 跟这个监察院的报告当中 做了大部分了 然后我们继续把它全部都做完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谈这个选举 请问柯市长有打电话给你吗 没有 他没有送中堂给你 他说他不送 你不难过 不会呀 你跟他比较好朋友 我觉得不需要造成朋友的困扰 就像一样 我跟这个主持人也是朋友 可能你的政治立场 或者是你的工作 或者是你的角色 那你对我的批评 或者是对我的这些质疑 我也要尊重 那今天柯市长 他有台北市长这个身份 他说提到杜利伦三个字 他就头疼 他昨天说 你的名字就头痛 不要头痛 你们两个有什么特殊性关系 不要头痛 对不起我干嘛 他那个柯市长 柯市长只要这个提到 所以你空中喊话 他只要提到陈佩奇不头痛就好了 你就说柯市长 你不送我中堂 你不跟我打电话 你不支持我 不帮我站起来都没关系 没有关系 你一天都不介意 其实这个就像 我只是对于最近 我只是对于最近民进党的一些朋友 因为我以前在立法院 或者是在过去重振的过程 当中有很多好朋友 那我就想说洪副院长 Coco姐在参选的过程当中 祝祝姐 祝祝姐 对不起 祝祝姐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可能你也感受到民进党对他比较好 可是我从还没有这个全代会 从当时要传出来 可能我会出来 就上个礼拜开始 上上礼拜开始 民进党先又告我 然后又要说要罢免我 然后脸书或者是网路 不断的造谣抹黑 然后全军开始攻击我 还有一些是我的朋友 你知道吗 我实在也很感触 问题是你批评人家民进党改变国号 你没有证据 人家也很生气 我说可能 我跟你 你这个 你的舅舅是民进党人 不是吗 是 我有一些舅舅 你舅舅没打电话给你吗 你舅舅会宣布台独吗 我这样讲 台湾各个人的 尤其长一辈的 你先说嘛 你这样有没有对不起你舅舅吗 不会 不会 因为他也会尊重我的立场 你打这蓝绿对决 我们大家都很刺激 我没有打蓝绿对决 你是打蓝绿对决啊 我在讲的是选择 我在讲的是选择 就像我说 核能也是选择 能源也是选择 社会住宅也是选择 产业政策也是选择 所有都是选择 我们现在只是正好 第一个开始 因为蔡主席讲了一个 维持现状 我就不得不 说你这个维持现状是假的 因为你这个维持现状是空的 我也要呼吁很多 他讲了他的维持现状有两点 一个是宪政架 一个是维持核平稳定 那如何 如何做吧 你还要他讲 你的意思就是 他不承认九二共识 不是只有九二共识 你今天的现状 你必须要是两岸之间的现状 那两岸之间是对方 对方的立场 这是一个互动的 那你要怎么去做 难道你又回到一个 上一个世代 我就说上一个世代 是对抗式的 那或者是敌对式的 那我们说 我们国民党执政的阶段 如果李总统那一段的话 是化解敌意 马英九的推动的是 两岸和平发展 那如果到我这个世代的话 我推动的是合作双赢 那我有一个完整的论述基础 然后我要做的目标 那你现在跟我说 你只要维持现状 那我还没有讲 你未来八年要怎么做 或者四年要怎么做 那你现在只有跟我说 维持现状 那我就问你嘛 你是维持马英九的现状 还是当时两千年以前 李总统你当时当这个 这个这个 咨询委员提出来 两国论的现状 还是陈水扁时代的现状 你只要告诉我 他是现状架构的现状 你这样来跟他辩论 不是跟我辩论 没有 我只是提出来一些看法 你的主轴就是这样 所以很多人主席 很多人认为说 你现在打这个蓝绿 有点 当然你不承认 四蓝绿对决 召唤蓝银选民 你一点都不想选赢总统 我们是在败中求胜 我们是在险中求胜 你没有任何选赢总统的 企图性的感觉 我就是一个 让民众有一个选择 我们当然是 现在是最挫折 最困难的 我真的诚实问你 你觉得你选的时候 选不选 那我好像记得 18年前 我选立委的时候 同样的问题 可能也是来自于 Coco姐或这样的朋友 你选县长的时候 或者是我选县长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你选得上选不上 最后 你那时候有选上的自信 这一次比较少一点 你会看相 好 所以你不承认 你这一次只是为了 打国会选举 你没有要做 我们一定是给民众一个选择 当人民做了选择的时候 我们尊重 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谦卑 尤其是现在的我 我们一定要谦卑 我们时间很紧迫 再继续 几个问题问完才尊重 王金平任不分区立委的这件事 到昨天为止有变化吗 主席 没有什么变化 那为什么有什么 总统府那边有不同意见 不是 总统是从头到尾 包括对很多党务的工作 都保持一个立场 你发誓他没有介入 他都是尊重党中央的决定 他现在都是最终党的 这一次你绝对不会变 这一次是尊重中常会的提案 是明天 你已经联署成功了 明天 明天不开中常会 因为我们礼拜 已经开过了 开了临时 下个礼拜才开 好 是因为那时候 礼拜六的时候开完 开过了 这个礼拜的已经开过了 所以下礼拜一定会处理 这个应该是 实际上也是如此 你跟王院长已经讲好了 其实我没有跟王院长 讲好不讲好的问题 但是王院长知道 很多的中常委 有这样的一个提案 他也是尊重中常委 所以马总统 不会是一个主力 马总统一定是尊重 王复兴会来抗议吗 这个一定要尊重常会的一个决议 深蓝的这些选民们会出来骂名 我应该这样讲说 这个是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下礼拜不是提名 下礼拜是讨论办法 对 那办法当中 会讨论到 现在的提案是会讨论到 国会议长的角色 我知道 对 那下礼拜是讨论这个 那接下来才有提名的问题 你跟这个案子 也就是说 昨天的有一些发展 其实不存在的 那个是表示总统是尊重党的决定 所以你不担心会有变化 因为总统一定差事 现在不介入党务 总统有跟你们说 他不选党主席 然后将来到吴敦毅选党主席吗 绝无此事 没有这件事 绝无此事 你没有跟 绝无此事 我已经讲了三次 默契 你自己会不会在选得不错 国会如果习次选得不错之下 你又不辞党主席 只要总统败选 我一定辞 总统败选一定辞 国会就算过半 总统败选 我一定是 那问题是人家说 你连市长这件事都诚信破绽 大家都不要相信你 如果前面这件事 我刚刚讲说 这个信诺 跟我现在让人民做的一个选择 我必须要承受 就像寇寇姐 你不断的对我的嘲讽 对 你对我的嘲讽也好 对我的攻击也好 或对我的不满也好 我是举例子来讲 那这个都必须要承受 所以你这意思就 我以后再也不会做一件 说二十几件事情 然后改变的事了 我应该这样讲 这是你人生一次错误的承诺 应该这样讲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个 自我天真的想法 这中间包括自以为 可以在国民党当中 扮演好的鲁仲联的角色 结果失败了 自以为说可以制度走下去 SOP走下去 然后我们就立挺 朱朱姐立挺侯副院长 当然这个中间有太多的无奈 你已经讲过很多次 我们也其实我是 我对朱主席因为认识很久 其实我相信朱主席的单纯 跟纯净的一面 但是政治很复杂 我也替你其实有点难过 朱主姐那天在你征召的时候 他没有出现在现场 你担心他将来会破坏你的选举 我相信红副院长是最爱国民党的 那红副院长的心情 我们大家一定要给他体谅 我们相信这一段时间 他受到非常多的委屈跟痛苦 他有打电话 你有跟他打电话吗 我只有跟他传简讯 你说这个全家会之后 对 你跟他传什么 他有回你吗 我想这个他的心境 你有传简讯给他 当然 那这个我不能 他没把你怀断 我们不能去讲这些事情 他骂你还是恭喜你 我相信那天全代会 我已经跟他见到面了 那第二个呢 后来你又传简讯给他 对 但是我内容就不能跟大家讲 那我只能讲说 但是互动还算不错 我相信你今天看到 包括红副院长的周边的 这些重要的很多的幕僚 现在都加入我们的团队了 好 所以你乐观 但是我也必须要讲 很多人对我的不满 很多人对我的批评 就像你刚刚讲的 用各种的言辞 或者是各种的形容 对我的攻击 都承受了 我必须要承受 宋主席你要联络吗 宋主席 我相信现在是一个 也是一个两难 因为所有的选民 都希望国庆合作 那我们现在就是 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 那包括秘书长跟秘书长之间 就党跟党之间的 一个密切的联系 那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会 可能是多元的吧 好 最后一个问题了 你的太太高婉茜 我非常喜欢她 谢谢 她听说这段时间 她蛮难过的吧 我相信她的痛苦 可能超过我吧 因为她是一个 从出生就承受政治 带给她的压力的人 她选择先生的时候 希望绝对不要 嫁给一个政治人 她不让你选的呀 是命运走到今天 我相信 你说这个时候 只能讲说 下辈子投胎 绝对不要再做这样 再嫁给这样的先生吧 但是 但是 但是现在 我只能讲说 这段期间 我只希望 任何的负面选举 任何的负面选举 任何的恶意公解 你对我就好 请不要对我的家人 你说还有你岳父啊 还有你都必按被这个 郑文燦宣告 你担心吗 完全不担心 你真的 我完全百分之百有信 百分之百都有信心 中立屋水厂 什么其他所有 那个简直是个 我就叫做 这个叫做 莫须有 你说中立屋水厂 莫须有当中的莫须有 第一个 我在任内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开始 要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等我离开之后 才确定那个规划案 后来规划案没成 根本没有做这个案子 所以你现在去讲说 也就是因为 朱立伦的规划有问题 那我随便讲一个 现在的很多的 台北在讲的 不管是远雄的大巨蛋 或者美和事 如果你要达到规划的人 最早规划的人 福尔姐可能都已经是 我不知道是 是20年前还是30年前 所以这些所有的民进党 准备的弊案的子弹 你一点都不担心 你记不记得 我在我在参选 第一次新北市长的时候 民进党打了我桃园 11个大弊案 结果选完之后 一个也没有 一个也没有 他们现在讲的这些 所有的都只是 那11个当中 等于是塞出来 又想要 要所谓的 这个再继续攻击的方向 你的那个高逸仁岳父 你没有通知他 你就宣布参选 对不对 他这几天有骂你吗 没有 因为我跟我岳父 最近也没 我跟他就是 他生日的时候 或是是过年过节的 我跟他的关系 大概跟 您先生跟岳父的关系 差不多吧 那大家都一直认为说 因为他是我岳父 就像你刚才讲 我舅舅 我舅舅 算跟我蛮亲的 所以我们大概一年 总会见个一两次 那过年过节 还有见 有些人可能跟舅舅 已经几年没有见了 那一样的 我跟我岳父 就是标准的 女婿跟岳父的关系 所以没有其他的问题 你没有事先跟他报告 没有 完全没有 也不会伤害到 你们的 同学的感情 连我 我爸爸是几乎我每天 因为他90岁了 我爸爸90岁了 我大概每天 跟他打个电话 一两分钟问好 我连我爸爸都不知道我的决定 但你爸爸什么时候 你爸有问过你吗 他不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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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那天全会的时候 我才打电话跟他讲 问题是你礼拜五就写脸书 礼拜六才po脸书 也被人家网路上笑 网路上骂你的很多 你自己到底怎么感觉 我不要看了 因为我都可以想象的到了 因为我可以想象的到了 但是我就说 这些都是我应该要承受的 你会掉眼泪吗 我已经讲过说 可能比掉眼泪还要严重 但是都得 我知道 你在中国时报的一个访问说 你觉得你现在是张志忠 我没有这样讲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写出来 他是跳跃士的 他只是在 因为那天在讲抗战的事 因为他是旺报的记者 因为我看了太难过了 对 那一天是在讲 那个是旺报的记者 我才不能脸上贴金 他旺报的记者 才讲到抗日的时候 我说我最敬重的是张志忠将军 对 所以你现在自闭 你是人家骂你哪给你最生气 骂你袁世凯 骂你诚信破产 哪给你最生气 最伤心 我想这些都是应该要承受的 都是要承受的 笑骂尤人 有人说这个后面太骄傲了 笑骂尤人 好关我自为之 怎么办 这什么意思 什么样的后续的都可能可以加上 现在网友的创意啊 是你无远佛见的 问题是网友很多年轻人 你觉得你有吸引年轻选票的 年轻选民也会有希望有一个选择 因为 所以你不担心 我觉得就像前一段时间 大家讲太阳花 对两岸关系 大家年轻人很大的反弹 但是年轻人也有会觉得说 我们比较理性的在处理两岸关系 只要把错误的调整 比如说公平正义的部分 分配的部分 做一些调整的话 他也可以接受我们 外面在那边一直找我 最后一分钟 我还是要问 婉倩跟你的孩子都很大了 对不对 不大 在美国念书啊 那是老大女儿 那小的还在高中 他看到你被骂这么多 他有没有很难 我相信大家 我一再强调一件事 请对我的批评 对我的这个质疑 或者是对我的攻击 到我就好 不要到我的家人 你晚上回家 你那天最痛苦的时候 跟高婉倩 跟你太太之间的对话 最痛苦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我只能说 下辈子你重新选一个先生 你这样跟他说 是啊 你这样跟他说 为什么 因为我对不起他们 他有 他不让你选 当然 但是现在 我太太不让我选 你做这个决定之后 我太太不让我选 我子女都不让我选 但是 他们只能无奈 你跟他说 叫他下辈子选一个先生 你们这什么对话 他没哭 那这个对不起 这是我跟我太太的 之间的事情 现在他会帮你 他会帮你站台吗 已经超过一分钟了 他会帮你站台吗 希望不要吧 你现在心情怎样 现在的心情 现在的心情 当然是一样的沉重 但是我必须要为台湾人民 找出一条出路 必须要给台湾人民一个选择 这还是我的决心 谢谢大家 我相信朱主席所讲的话 虽然我认识他非常多年了 加油 谢谢 谢谢